拜登党内初选遭遇了一场小小的滑铁路 在部分选区竞选落败 虽然算总票的时候他还是赢了 但这件事情仍旧显示出了当前民主党内部的混乱局势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3月5日美国党内大选开票 党内大选嘛 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玩意儿不过就是走走行事嘛 你看这共和党黑力就非常懂啊 自己就是给特朗普配好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美国大选是真大选不是假的大选 除了特朗普和拜登外还有别的候选人 然后等选举正式开始后人直接退选 并表示希望那些支持我的人也支持特朗普啊 完事啊 一套流程走完下班收工了 结果民主党那边出编过了 一个叫做杰森帕尔默的人 那不仅没有按照约定好的流程退选 而且最要命的是在部分地区的选举结果中 他的选票甚至还超过了拜登 一时之间杰森帕尔默试试这个标题就成了美国的新闻头条 美联社CNN 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 ABC等主流美国媒体 纷纷对其进行报道啊 所以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 杰森帕尔默那来自美国马里兰州巴尔迪摩 现年呢52岁比这个拜登小了得有30岁了 在当前美国的政治环境下呢 也算是一个低龄竞选者了 目前呢是一个小型风头公司的合伙人 此前在比尔盖茨基金会和微软公司工作馆 和拜登的华丽履历相比 这就是一个政治素人 当然也有可能是事发突然 没人对他进行更为详细的身份背景调查 至于他为什么不讲规矩 在党内竞选的时候真的要和拜登争呢 他给的理由是因为我是民主党人啊 这是21世纪最重要的选举 阻止特朗普连任极其重要 但现在的拜登是战胜不了特朗普的 事实上他自己也不觉得自己能战胜拜登啊 所以在选举结果出来后 他接受采访时说 对这个小小的胜利感到惊讶和自豪 并希望那些自杀的人可以在后续大群中支持拜登 为帕尔默的这个小小胜利 美国媒体的评价是令人惊讶 但是政治上无关解药 毕竟几个社群方面的胜利 他是无法动摇拜登在整体上的大选优势 但这件事情仍旧释放出来一个比较不好的信号 那就是民主党内对拜登本人其实是很有威辞的 而且这种威辞已经影响了民主党的党内团结 毕竟哪怕只是在拜登获得胜利的那些地区 他赢了也非常惊险 那些人只是没有给民主党内的其他候选人投票罢了 毕竟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东西 谁知道会不会比拜登这个老灯他还要女人 所以干脆就选择了弃票 如果把这些弃票给了别的候选人 那拜登今年还能不能参加后续的总统大选 都是一件值得探讨的事情 事实上早在2022年的时候 纽约时报就对拜登在民主党的党内支持率 进行了一波调查 而调查结果并不尽无人意 64%的民主党选民都希望2024年是别再看见拜登了 他们对拜登的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提出了质疑 只有33%的人觉得满意 到了今年这种对拜登的不满已经从民主党的选民蔓延到了民主党官员的身上 今年2月2日的时候民主党党内失火 由于不满拜登的贸易政策援助以色列的政策 至少20名民主党人对拜登做出弹劾的决定 同时随着大选的即将到来 还有6名民主党高官准备辞职 甚至就连拜登的副总统哈里斯也站出来对拜登进行背刺 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自己也有当美国总统的意愿 可以说这些事情 再加上之前国防部长奥斯丁隐瞒入院的丑闻 让拜登政府目前受到了巨大的惨疑和压力 拜登的党内支持率也是进一步的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民主党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党内政治危机 如果说帕尔默的目的是让拜登无法连任 那我认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毕竟党内初选时候出了这么一档的事 会进一步打击民主党选民的信心 那接下来和特朗普进行正面对决的时候 恐怕会有更多原本会给拜登投票的民主党人选择弃票 那这就进一步奠定了特朗普获胜的可能性 当然了考虑到民主党不断炒作这个帕尔默 也不排除这件事情是民主党党内演的一出好戏 他们想要塑造一个对抗拜登的党内英雄 从而给下一次大选做准备 毕竟选总统啊 归根到底选的是名望 今年是政治素人帕尔默 那四年后就是圣天半子帕尔默了 再加上这个人的年龄是五十多岁 还很年轻 符合当前美国人民对年轻总统的期望 所以搞不好四年后 特朗普连任的时候面对的对手啊 就是他了